技术说明检测到6缸失火是什么意思 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成代码 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 尽管是通用的 但具体的维修步骤可能会因品牌型号而异 将代码P0306存储在OBDR车辆中的原因是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检测到单个气缸失火 P0306特别适用于D6缸 请咨询可靠的车辆信息源 以获取有关车辆的D6气缸的位置 此类代码可能是由燃料输送问题 大的真空泄漏排气在循环EGR故障或机械发动机故障引起的 但通常是点火系统缺陷导致火花低或无火花的结果健康状况 几乎所有配备OBDR的车辆都使用无分配器 极插极用视线圈COP高强度火花点火系统 它由PCM控制以实现精确的点火火花和证实 PCM计算来自曲轴位置传感器 突轮轴位置传感器和节气门位置传感器 以及其他取决于车辆的输入信号 以配置点火火花证实策略 实际上突轮轴位置传感器和曲轴位置传感器 对于OBDR点火系统的运行至关重要 PCM使用来自这些传感器的输入信号 传送一个电压信号 是高强度点火线圈 通常每个气缸一个依次点火 由于曲轴的旋转速度大约是突轮轴的两倍 因此PCM知道其确切位置至关重要 整体上和彼此之间 一种简单的方法来解释发动机的这一方面 上指点TDC是曲轴和突轮轴在最高点处与活塞 对于第一气缸和进气门在S对于第一个气缸打开 这称为压缩冲程 在压缩冲程期间空气和燃料被吸入燃烧室 此时需要点火火花以引起燃烧 PCM识别曲轴和突轮轴的位置 并启动从点火线圈产生高强度火花所需的电压信号 气缸中的燃烧将活塞向下推动 随着发动机滚动通过压缩冲程 并且第一活塞开始向曲轴缩回 进气门关闭 这开始排气冲程 当曲轴完成另一圈旋转时 第一活塞再次达到最高点 由于突轮轴仅完成了半圈 进气门保持关闭 排气门打开 在排气冲程的顶部 不需要点火火花 因为该冲程用于将用过的排气从气缸中推出 通过打开的排气门形成的开口进入排气气管 典型的高强度点火线圈工作是通过不断供应熔融 开关 仅在点火开关置于恩位置时才存在 电池电压和由PCM 在适当的时刻提供的接地脉冲来实现的 当将接地脉冲施加到点火线圈出击电路上时 线圈发射高强度火花最高5万伏持续时间不到一秒 这种高强度火花通过火花塞金属丝或防尘套和火花塞传递 该火花塞拧入气缸盖或进气气管 在此处与精确的空气燃料混合物接触 结果是控制爆炸 如果爆炸没有发生 则发动机转速会受到影响 并且PCM会检测到它 此后PCM会监控突轮轴位置 曲轴位置以及各个线圈反馈电压输入 以确定哪个气缸位点火或当前位点火 如果气瓶失火不一致或不够严重 则该代码可能会显示为代诀 并且故障指示灯 Mail仅在PCM实际检测到失火时才闪烁 然后再不点火时熄灭 该系统以这种方式设计 可以警告驾驶员 这种程度的发动机失火 可能会对催化转化器和其他发动机组件造成伤害 一旦失火变得更加严重和严重 将存储P0306并持续出现Mail照明 代码严重性和症状促进P0306存放的条件 可能会导致催化转化器和或发动机损坏 此代码应分类为严重 可能包括以下症状 发动机性能下降 在怠速或轻度加速时 发动机粗糙或不稳定的感觉 发动机排气时有意味持续闪烁的Mail 故障指示灯原因原因代码P0306 可能表示以下一项或多项内容是 发生点火线圈损坏火花塞 火花塞导线或火花塞靴 损坏喷油器故障燃油输送系统故障 燃油泵 燃油泵寄电器 燃油喷射器或燃油滤清器 主发动机真空泄露 EGR法卡在全开位置 EGR口堵塞诊断和维修步骤 将需要诊断扫描仪 数字伏特 欧母表 DVAM和可靠的车辆信息 原来诊断已存储或未决的代码P0306 通过目视检查受影响的点火线圈 火花塞和火花塞护套来开始诊断 必须清洗或更换被液体 机油发动机冷却液或水污染的组件 如果建议的维护间隔要求 所有火花更换插头 这是个好时机 检查点火线圈的主要接线和连接器 并在必要时进行维修 发动机要是运转KOER 真听是否存在较大的真空泄漏 如有必要 进行维修 如果吸燃代码或燃油供应代码伴随着失火代码 则应首先对它们进行诊断和维修 诊断失火代码之前 应纠正所有EGR阀位置代码 诊断此代码之前 应解决EGR流量代码不足的问题 纠正了以上所有列出的问题 将扫描仪连接到车辆诊断端口 并检索所有存储的代码和冻结真数据 我喜欢将此信息记录下来 因为以后可能会有所帮助 现在清除代码 然后查看是否在长时间的测试行驶中降P0306复位 如果重新设置了代码 请使用您的车辆信息源搜索 与所涉及的症状和代码有关的技术服务公告TSB 由于TSB清单是从数千次维修中汇总而来的 因此在适当的列表中找到的信息可能会帮助您进行正确的诊断 注意找到为点火的气缸 完成此操作后 您必须查明故障的确切原因 您可能需要花费许多时间来测试各个组件 但是我有一个简单的系统可以完成此任务 所描述的过程适用于配备有自动变速器的车辆 配备手动变速箱的车辆也可以用这种方法进行测试 但这更具挑战性 如下所示 确定在哪个RPM范围内最经常发生断火 可以通过测试驾驶或检查冻结帧数据来完成 并确定RPM范围 然后启动发动机并使其达到正常运行温度 在车辆的驱动轮两侧放置一个些块 让助手进入驾驶员座椅 并用驻车制动装置将换挡器放到Drive中 用脚踩下制动踏板 将其置于车辆前部的旁边 以便在发动机罩打开并固定的情况下 直达发动机踩下加速踏板直至出现熄火 以提高RPM级别 发动机失火时 小心地将点火线圈从其栖息处举起 并注意产生的高强度火花的程度 高强度火花应为亮蓝色 且令人惊叹在强度上 如果不是 则怀疑点火线圈有问题 如果不确定所涉及的线圈产生的火花水平 请从其栖息处举起已知的工作线圈 并观察火花的程度 更换相应的火花塞和保护套 电线如果必须更换点火线圈 则建议使用此工具 如果点火线圈似乎正常点火 请关闭发动机 然后在行李箱电线中插入已知良好的火花塞 重新启动发动机 并让助手重复该步骤 观察高强度火花穿过火花塞 它也应该是明亮的蓝色 并且自然强烈 如果不是 则怀疑所涉气缸的火花塞有故障 如果高强度火花对于受影响的气缸 似乎正常 则可以通过仔细断开燃油喷射器的连接 可以查看发动机是否有差异 对燃油喷射器执行类似的测试 检测到RPM 正常工作的喷油器也会发出滴答声 如果喷油器不工作 请在发动机运行时使用节点灯测试电压和接地信号 在喷油器连接器处 在大多数情况下 您会发现当您完成高强度火花测试时 会导致湿火 已知使用将废气喷射到各个气缸中的系统的 EGR系统会引起模拟湿火状况的症状 EGR气缸入口堵塞 并导致所有EGR气体被排放到一个气缸中 从而导致湿火 在测试高强度火花时要小心 在极端情况下 5万伏特可能有害甚至致命 在测试高强度火花时 请使其远离燃料源 以免发生灾难 气缸湿火视频 我们与该视频的制作人无关 这对可能解决单个气缸湿火的DIYER很有帮助 因此我们将其作为另一个免费资源提供 可以帮助诊断和维修P030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